現場的各位媒體朋友,還有電視商合作夥伴,還有通路夥伴,大家好,我是Emmon 紅米Note65 Pro 我們在紅米Note5的基礎上面做了全面屏的再提升 為什麼叫再提升,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畫 這是一支疫情全面屏的手機 展開來之後,比例做了改變 從5.99吋升級到了6.26吋 同時從18比9變成19比9的Full HD Plus的全面屏 可以看到後面採取了一個雙色,前面是雙色,這是黑色的版本,相當的沉穩好看 下面是喜歡的玫瑰金,特別適合女性的用戶 烏藍色,比較年輕,比較喜悅,適合一般年輕人的喜好 我們總共有三個顏色會在台灣上市 性能的部分呢,搭載了一顆性能適中,而且續航力超強的 Qualcomm Snapdragon 636,非常的好用 重要的是,它是一個14奈米FinFit的製程工藝 所以,好處就是省電 在電池的部分,我們特別放上了一顆4000mAh的大電池 所以我們確保你可以維持一整天高效高性能的持續使用量 簡單的看一下硬體的規格 6.26吋更大的全面屏,更好的處理器,4000mAh的大電量 加上前面板採用了一個2.5吋玻璃圓滑的設計 AI人體解鎖以外,在背面我們也支持了快速的指紋解鎖 重點是,它是一個支持4G加4G全頻段雙卡雙待雙4G的手機 大概從這次手機發布之後,不會再有人寫到台灣不支持全頻段 因為大概從今天發布兩款手機之後,我們到明年的產品限規劃裡面 看起來,目前所有規劃進到台灣市場的 全部都會是支持全頻段的手機 所以以後不支持Ben28這個文字可能就漸漸看不到 為什麼它叫紅米Note 6 Pro,給它Pro這個字,它拍照更強悍 它是首款搭載著4顆AI相機的紅米手機 前後都是雙鏡頭,先看後製的主相機 主相機是一個DURO PD 1.4MUMI大像素的1200萬像素的相機 成像非常的棒,搭配一顆500萬像素的景深鏡頭 用在過去景深跟模糊算法 樣片的實拍,顏色非常的飽和好看 黃昏的照片,細節剪影很好看 凝陽谷顏色很漂亮,紋路很細膩 有一點高光反差複雜光源跟玻璃的混合狀況之下 依然呈現很好的色調 低光源的環境底下呈現的細節非常的棒 不只這一顆鏡頭拍風景非常好 重要的是我們加入了全新的人像模式 它帶來什麼樣的提升呢? 這是一個全新的AI人像模式2.0 我舉三個特點跟大家報告一下到底我們做什麼提升 第一個我們做可調整景深的強度 第二個做AI夢境景深 第三個我們做了一個叫AI的影響方向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段動畫 什麼叫可調整景深強度 拍照之後直接波動拉桿可以調整景深的強度 直接在手機上實現 效果非常的棒 而且人像跟邊緣的處理非常的柔和 夢境景深的效果 消費者喜歡拍照 在這種燈珠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透過相機內建的功能 直接讓它閃閃發光 如果你不喜歡這樣的模式 還可以變成是 愛情都是手機內建的功能 如果男生喜歡耍帥 喜歡拍一點電影風格的照片 我們提供那個叫影棚的光效 它有電影的大片的感覺 比如說肖像光 彩虹光 窗邊光 或者是電影光 後製鏡頭非常非常的棒 講到的前置 這一次我們在前置鏡頭也採用了一個雙主相機 一個2000萬像素高像素的相機 加上一個200萬的景深鏡頭 它形成了一個雙自拍的鏡頭 最重要的是 我們提升做了一個AI的智慧美顏 它可以自動辨顧你的臉部的特徵 即時自然美顏 以往我們在相機都看到後製的相機 我們放入了自動場景的識別 但是我們發現現在自拍的場景也非常多 比如說我在日出日落自拍 我在 比如說花花草草面前自拍 我在雪景或者水邊自拍 這一次我們把前置的相機透過AI 也加入了自動場景識別 它有12種場景的標籤 我們看一下自拍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這個景深 不僅單人自拍 雙人自拍也支持美顏跟景深 低光源的自拍效果一樣非常的棒 所以這一次紅米Note 6 Pro 在紅米Note 5的基礎上 不僅升級了螢幕 最重要的是把消費者最重視的拍照 前後同樣升級為雙鏡頭 讓它的拍照更強悍 價格 這樣一台這麼棒性能的拍照提升的手機 應該賣多少錢 簡單回顧一下兩台手機的差異 我們在Note 5的基礎上 升級了雙鏡頭 AI人像2.0 場景便是2000萬的前自拍鏡頭 加上AI自拍場景 更大的螢幕 6.26吋 19比9的全面 第一個上市的版本是4GB加64GB的版本 我們的售價是6999元 謝謝 好 除了464之外 有一些比較偏向入門消費者 它其實不需要這麼大的容量 我們也提供了一個3GB加32GB版本 我提醒一下 這兩台手機都可以插記憶卡 如果你還是覺得不夠的話 都可以自行去買記憶卡做升級 它的售價更頻率性的 只要5999元 謝謝 紅米Note 6 Pro 將會在11月9號10點鐘 在米.com 小米之家 小米專賣店 還有PC Home 或是小的購物手賣 另外在我們非常棒的電信商 合作夥伴部分 遠傳電信跟傳言之心 將會在11月15號 銷售我們的 紅米Note 6 Pro 那三個顏色他們都會上市 那剛剛有提到 還有更高階 更多看更大版本 是4GB加2GB版本 同樣進入的三個顏色 將在11月16號 在中華電信後 以下下 這是我們今天發布的第一款手機 紅米Note 6 Pro 前後雙鏡頭 全新的戀愛家明星 售價僅僅只要5999元跟6999元 去年為將賣之間 賤賞 蠻 購買的 你 人